我们说读书,上一节也提到了,我非生而知之者,必学而知之,学而不知,那就要困而知之,所以说尽量不要让他困,有的时候困而不知,那就困完了,吃一千尝一致,尽量我们说,不要说, 一定要去吃猪肉,看过猪跑,就可以了,明白就行了,还有的特别喜欢的,就是体验,历练一下,不要左向,不要一直在哪里,出不来,那就沉迷了,这个读书,我们说,它的重要性, 有人说,读完全书,不如行万里录,也没错,因为读书是要明理,明理是要行道,那你这个,你要是书都没读,就比如说你从小都没学,那你去行万里录,你光是这样,这个基础不够扎实, 从小进行最好的时候,一定要多学,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甚至更往后,只能靠理解, 行万里录,不如约人无数,约人无数,不如明识指路,这些都是后人的说法, 明识指路,不如自己去悟,又绕回来,那你读书也是与古人沟通, 你要,能能能 nourishän Plug, 与自然的沟通, 山川大河,与古人沟通,那你就是你的头脑, 也是你的更是你的老师 要有这个心境 很多人现在这种社会很少有人读书 就翻几页 其实你真正这个书啊 你一本书看下来 有的时候真的是 你只记住一句话那个才是重点 你看我那个书柜里也是一大堆 仔细去想的内容好像没有什么 也花时间了 一段时间就每天都一两万一 所以说 这个这个 要提炼 然后我们再要讲出来 要有生活中要运用出来 才行 理论跟实践同样主要 不是说理论没有用 那高屋建灵 那实践都是 你看上层最高层 有谁具体做事呢 他只需要发一个口令 甚至说一个心念 下面就去抛腿 虚与共识 那你老是高高在上 你没有经过继承的这个也是不行 当然古人呢 都是说你看秀才 他们说考取国家这个 这个 这个说 宰相啊 他们就是这样 主要都是考上来 读 就是一直这样选拔人才 比如说你读四十五经 读那些经典 那考试就要考 你就可以拿这些智力添加 但是生活 你随着这个具体的智慧 具体分析 具体运用 这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读什么书 我们说一下 我本人呢 啊 就像中医的说法 分为君子的臣左使 那所谓君子 就是一些真理的东西 一方面 也要结合现在科学 大家都在这样 这种状态下生活 比较容易这样接受 我们也要 也要随着这个这个 用相随所 真理 道 同归大道 这些本源的东西 二臣呢 我就把它理解成国学 国学也会教你被人处事 这是经的东西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左呢 那就是你可以学一门技术 像我的话 可能要数数 这个延伸 识 就是可以 一些有趣的东西 跟这个